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爷 今天是2024年7月22日礼拜一 又是美好一天 最新美国总统拜登退选消息 使得接下来选举局势或将变得更混乱 市场对于新候选人的政策方向和经济影响的预期 将成为投资者关注焦点 从历史数据来看 选举年的股市表现通常较为乐观 但面对拜登退选这样重大变化 正常市场可能会出现短期波动 就以目前美国科技股期货盘呈现上涨 似乎也诉说着市场不太认为对选情造成太大冲击 这也让我们投资者得谨慎思考若川普再次当选 可能带来更多的贸易战和关税政策 而这将对企业利润和经济增长构成压力 去全球化持续进行中 市场有另外观点是 川普的能源政策或有助于降低油价 但我们能需考虑到这些政策的长期影响和实施的难度 能需关注全球经济动向和其他可能影响油价的因素 至于川普政策有利哪些产业 先前也分享过 所以记得每天收看才不会措施重要讯息 越接近选举 市场情绪受影响波动越高 大家戏好安全带 美国银行第二季财报超乎预期股价进来出现反弹 而巴菲特的波克夏却趁高点 大卖美银股票套现将近15亿美元 从17日到19日卖了3390万股 这动作可能让人捉摸不透 虽然波克夏还是美银的大股东 波克夏从2011年开始投资美银 当时以50亿美元取得优先股和权证 建立了重要持股基础 巴菲特被市委对美银经营信心十足 这一次大卖引发外界对其未来股市看法的猜测 我们看一下这图表显示截至今年地季 苹果依然占波克夏持股约41%排第一 接着就是美银约12% 第三是美国运通约10% 巴菲特真的爱金融股 后续如果持续出现科技高层 甚至金融大二出托股票 我们就得更加谨慎与小心 另外知名黑天的基金创办人 史碧之纳格预言 美股正处于人类史上最大泡沫之中 并将迎来最后的狂欢 一旦联准会开始降息 可能成为市场大逆转的起点 股市预计将出现超过网路泡沫时期的调整幅度 甚至可能跌掉一半 史碧之纳格也警告 美股目前过渡行为比1999年的网路泡沫更为极端 预计这轮市场调整会更加严重 随着通膨下降和联准会政策转向 市场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变得更加疯狂 但降息将成为大逆转的引爆点 至于红野个人观点是 依然认为股市呈现长牛短熊趋势 关键炸与锁投资公司是否能持续成长 即使市场出现短期波动 只要公司基本面稳健 创新能力强 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股市持续修正的话 反倒不失持续不优质公司的好时机 也就是说红野目前还没看到泡沫出现 顶多四围涨多 获利回吐与修正 皆属正常 我们看一下最高等级航母观众留言 感谢红野上次影片分享绿色和白色金矿 观众自己做了功课 那时候买了放到现在 别人抱怨台积电的时候 他反而是反面红通通一片 红野频道请分享技巧与经验 但观众靠自己选股获利满满 红野替大家感到非常开心 给大家一个赞 接着观察美国三大指数的部分 道琼连续两天拉回 再度回测下方黄色颈线 短短两天时间高低点价差一千多点 代表短线震荡越来越大 亦留意短线涨多物所以追价 至于科技股纳斯达克部分 在破月线后线入多头相信整理格局 后续则关注下方季线防守线情况 接着是联动台股更深费城半导体指数 礼拜五持续大跌修正3%多跌了169点 而以技术分析角度来看 通常未见低点得见更低点交代实体黑K 科技股通常波动较大 以遇到风吹潮动容易多杀多 或再度回测下方中期均线防守线 也分享过高手看越K 看一下目前三大指数越K情况 道琼图中这两条绿色防守线 不是现在才画的 是两三年前就画出来 期间也几次碰到防守线后再度出现反弹 我们观察到目前道琼KD指持续死亡交叉修正中 下方雨年线乖离率虽出现修正 但随即出现上扬 这部分代表乖离并没有向先前出现大幅修正 当然乖离持续修正甚至达到更大副乖离 使通常代表投资人机会越高 接着科技股纳斯达克部分 K线图出现上引线 KD指目前正呈现死亡交叉 而下方乖离也正面临持续修正 接着是联动台股更深费成半导体 目前的月K频频出现上引线 代表上挡压力重重 而KD指也在上个月形成死亡交叉后 持续修正中 雨年线乖离目前依然高达20% 也持续修正过大的正乖离 以上或可看出美国科技股正面临中期修正坡 依然得留意短线追价风险 尤其是短线或因跌升出现反弹 真正要抢反弹的 请务必做好停损停利点 在观察重要的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部分 目前数字为辅攀升到4.24% 依然入红野分享中期区间震荡整理 上方FED降息压力及下方美国经济支撑 再来关注美国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 CBOA公布的选择权多空未平常比率 主要观察美国都正在选择权多空布局的情况 因为股市通常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数字依然维持低档 0.83代表短线投资人依然乐观 之前数据来到0.84代表市场普遍乐观 看多容易有过热疑虑 当指标靠近下方这条绿色0.8 容易出现美股短线高档 指标往上方1.2之上靠拢 更有机会续谈 指标仅适用于美股短线趋势预判 接着观察大家比较关心台股部分 红野日常分享话语 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会背的 上礼拜五台股收实体黑K 以技术分析角度通常实体黑K 代表未见低点得见低点交代实体黑K 结果今天台股来个600多点大下杀 当然没有意外的话 肯定又是外资杰作 目前下跌加速粘压上涨加速 而且观察重点跌停加速 已经超过涨停加速了 这一再显示风向持续改变中 上礼拜红野影片提到股市小心风向变了 镰刀可能砍向科技股 但没料到的是这把刀不仅砍向科技股 反倒是全面走跌 当然上周影片亦提到 如果这把刀都砍向金融的话 则恐慌容易蔓延整体投资人心中 目前出现拉抬迹象 现在几个观察重点大家特别留意 第一点是出现融资大幅减少 第二个长下引线 第三个外资转连续买超 第四个外资大户先行指标空单转多单 依照过往经验如出现上述条件 则或有望指叠回文 当然其中最大因素还是在外资态度 解零能虚细零人 红野帮多头加油打打气 看看今天能不能留长下引线 额域了解台股结构 得深入了解占台股权重最大电子指数 在持续拉回修正过程 即将碰到下方关键季线防守线 乘入红野再分享 拉回靠近下方中期均线 容易发挥防守力道 因此如果是红野的话 即便大多为长线投资 但即便真的有短线部位的话 通常也比较不会再靠近 重要防守线时出现较大动作 一般来说中期均线 容易发挥防守力道 今天盘面主要全职股 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广达 甚至金融股富邦金 国泰金 中信金等 出现大幅走低修正 曾入上礼拜影片分享 电子本来的旺季就在第四季上半年 如此表现实属不易 反倒第三季陷入整理或有利 第四季表现 届次占台股权重第二 金融指数部分 一样是破了下方越线防守线 随持续拉回越靠近下方 中期均线容易发挥防守力道 如果短线应乖离过大出现反弹 得留意后续外资大户心态 如果持续加码空单的话 依然得小心误过度追加哦 以上仅为个人不专业经验与看法 分享费买卖建立 投资有风险 且投资人盈亏自负 接着是散户较喜爱 中小型规买指数部分 连续三天走跌 今天拉回靠近下方 季线目前收小下影线 而这一路走来红野始终欧印加杠杆 也没有躲过这波修正 不过红野一来成本较低 二来依然看好未来发展 所以目前个人操作策略 依然逢低加买优质公司好股票 例如近来持续提到 目前锁定口袋名单边缘运算 这几天台股持续大修正情况下 红野口袋名单依然是不迭返涨 大家说气不气人呢 哈哈哈哈 这里观察今天热门股部分 主要如果今天显示出相对抗跌的话 大多是筹码因素 如果出现那样情况 或代表背后有大人在照顾 我们先看金融股新光镜部分 先前长红招吞噬 代表短线改由空方掌握发球权 另外相当关键是这边多方跳空缺口务必守住 整体看起来初步跌破下方月线 陷入多头相信整理格局 然整体长多格局未遭破坏 接着是面板群创部分 虽然外资先前较大买超 随后获利了结 今天亦出现较大拉回 整体依然未能有效向上突破 这条关键黄色线 既然如此 依然维持着大区间震荡整理 接着是组装老大哥红海部分 一样是初步跌破下方绿色月线 陷入多头相信整理格局 一样是再度拉回靠近下方 继线观察防守力道 既然在外资主力大步期货空单情况下 也再度贯杀主要全子股 例如台积电 红海 联发科等关键指标影响下 红海面临较大修正 至于红野个人看法是 外资操作手法依然关注 激起与未接 或相对在台股指数相对高级起始步空单 然后在有意无意贯杀指数 让空单获利了结 所以这时候涨多的全子股 容易被外资拿来记齐 但是股价最终依然得回归基本面 持续分享在双A带领下 个人依然不看坏 组装老大哥未来展望 接着一样是近期涨多台积电 招外资逢高获利了结 一边是贯杀指数 当然几个可能造成修正原因 例如上礼拜传出川普的保护费说法 当然红野认为最核心问题是 短线涨多通常是较大利空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台积电涨了超过一倍 在涨多情况下 面临修正义数正常 当然我们投资人一定要激起 与未接的观念 不要相对低基 其实不敢买股票 非得等到大涨特长媒体狂放送力多才急忙上车 这边不单指电子领头养儿贩子所有的股票 小心在市场一片狂欢乱追买股票 轻则短套重则变成回不去的大海参 当然目前仅是为短多格局遭破坏 目前中长依然为多 陷入多头相信整理格局 接着观察影响台币涨跌重要关键 台币这两三天连续大贬值 代表资金持续汇出台湾 与台股走跌相呼应 这代表着外资在现货 卖出股票之后资金汇出台湾 上周也带大家看过台币越K图 或持续卖向更之前相对低点 影片制作不易还请各位老爷夫人 播共点赞 让影片有机会给更多人看到 感谢再感谢 接着观察整体大盘筹码情况 外资依然疯狂解码台股 光是这两个月大砍台股几千亿元 上礼拜提到台股今年五六千点涨幅 外资买卖超部分竟然已转为进卖超 这代表今年的涨幅大多由内资贡献 而这内资可能来自于散户资金 国内中时户大户 受险业或持续回流的台商资金 而投信依然在散户我大哥资金 持续备源下连续加码台股 另外这边值得关注的是 左边融资余的部分 兼钱持续增加来到3400亿元 上礼拜末台股连续修正 但融资部分也没有出现非常巨幅的减少 后续还是得看到融资大幅减少 才更有利台股反弹 因为融资通常代表短线符额 代表不安定筹码 而跑短线的资金也容易市场 一遇到风吹草动出现多杀多 接着我们看一下上礼拜 外资买了什么以及卖了什么 主要买进群创 14万张 第二不华富士不动产 11万张 第三群益证 买了5万多张 第四名国泰金4万多张 至于解码标的则是持续出托 群益业居头等在20家 卖了约20万张 第二名富华 台湾科技优袭也是10万张 还有第三名台积电卖了10万张 第四名星光金9万多张 其中台积电股票一张要上百万元 卖了10万多张 代表光台积电一档股票 外资就提款超过千亿元 而这部分红野看法是 主要受到政治面以及短线涨多修正 目前AI的应用依然蓬勃发展中 这里观察 这比美股影响台股重要性更高先行指标 外资现货部分今年来已转进卖超 另外自营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觉得怎么也卖得非常多呢 这部分或大多来自于券商调节 ETF是指与禁止之间的差距 讲白话一点就是目前散户持续追买ETF 而发行相关ETF的投信 则透过券商持续卖出这些ETF 为了方便说明红野举ETF人气网00878做范例 各位可以看到自营避险部分大量出托ETF 这部分主要来自于散户追买ETF股票 所以这些券商释出筹码 至于外资期货部分 目前只有3.8万口进空单 当然也分享这部分大多小外资 甚至不排除假外资所为 也因此我们得更进一步探讨 目前前五与前十大交易人流仓情况 分别持有1.1与1.9万口进空单 空单些微减少 但幅度不是非常大 甚至在外资选择权部位 有原本1000多万 目前直接增加到1.3亿元进空单 至于外资期货部位与选择权部位 不要混为一谈 一边是口数一边是金额 至于韭菜指数部分 依然持续压多单压反弹 而这几天修正散户压多单 再次受伤惨重 目前大户依然偏保守看待台股 大家追价留意风险控管 而于了解美股得深入了解 主要全直股先看苹果 目前拉回但关注下方月线防守线情况 未破之前依然代表短线趋势能未改变 至于微软部分 持续拉回修正靠近下方极限防守线 持续提到越靠近中期均线 容易发挥防守力道 另外Google一样道理 一样是关注下方极限防守情况 Meta部分则是试图反攻 但遇到上方中期均线 依照技术分析 质押互换理论原理 跌破原本支撑 该支撑可能变未来压力 后续留意中期持续修正可能性 至于特斯拉则是在近期涨多后 再度面临修正 依然关注下方月线防守情况 创办人马斯克是挺川普的 但自家公司却被川普甩了巴掌 川普表示如果上任的话 第一天就会取消拜登的电动汽车政策 这样消息一出来 特斯拉股价重挫 再度回测下方黄色颈线 届次AI总大将回答部分 面临下方绿色颈线防守情况 这部分若未能守住的话 上方统形成短期小头部 当然这一路走来红野看法始终如一 股市涨多通常是较大利空 通常拉回靠近下方中期均线 较容易发挥防守力道 最近这些科技巨头的财报将决定整体走向 其中Alphabet、微软、苹果、亚马逊和Meta 这些公司即将公布第二季度财报 尤其Alphabet它的AI平台Gemini还在摸索阶段 之前退出的AI搜索结果被批评不佳 这一次财报会非常关键 微软的AI Corporate也备受关注 但目前数据不多 Netflix的业绩虽然不错 但股价面临修正 这显示出市场对科技股期望值非常高 这部分也提醒过重点不是在财报本身 而是市场大户对这些财报的反应 此外Foundstreet的Tom Lee近来受访提到 小型股目前估值偏低 距上涨空间 他提到中位数本利比只有10倍 这意味着这些股票的潜在收益巨大 尤其是在通膨数据低于预期的背景下 这更增强了市场对降息的预期 从而进一步推动小型股上涨 这样的市场动态让人回想起去年底的情况 当时小型股也有类似的上涨趋势 而如今小型股的表现似乎更加显著 这可能吸引更多资金进入这个被忽视的市场领域 对投资者来说 这是一个重新评估投资组合的好机会 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市场上狭窄的集中度问题 随着FED有望今年9月降息 小型股对利率变化敏感度将使其受益更多 这意味着在未来几个月内 小型股可能成为市场焦点 提供投资人更多的回报 接着分享一下红颜目前观点 最近的股市波动是否让大家感到不安呢 从近来影片观看人数 这答案大多是肯定的 其实这些起伏正是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分析的时候 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渔夫知道在风暴来临时如何掌舵 我们也需要在市场动荡时保持正确的心态 股市人一定要了解激起与未接的重要性 当市场情绪高昂时 许多投资者往往会跟风追买热门股票 这时候股票的激起通常已经不低 风险相对增加 当市场面临高估值 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膨等多重挑战 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市场修正 尤其是科技股 一般来说如果指数或个股交易爆大量时 要小心 这可能是市场高点的信号 不要盲目追高 当市场陷入恐慌时成交量缩小 许多优质股票也会被无差别的抛售 这时候正是我们能进评估 并寻找买入机会的好时机 回顾过往几次非理性下沙 少数投资者在市场最低迷时购入优质股票 通常在市场复苏时获得丰厚的回报 至于面对市场修正与波动 或可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 先前学影片曾分享 避险与放空进行风险管理 如果像是红野这样市场线投资者的话 一来持股成本低 二来看好其未来发展 那么在市场波动中保持耐心相当关键 股市涨跌如日有木股成钟 月有阴晴圆缺 年幼春夏秋冬 而懂得这些道理的人生会非常好过 好过的原因并不是人生会变得更顺遂 而是遇到不顺或苦难时 能理解这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才不至于过度执着与奥回 但最终也别忘了 春去春又回 懂得激起与未接的人 较能避免追高杀低 相关经验与技巧 在学影片精华陆续分享 改股这一路走高创高过程 个人至今未卖出一股拉回修正 也提供宏野观察口袋名单表现好时机 是否中期均线不破 且大户悄悄加码的情况呢 各位投资观众朋友们 投资股票需要理性与耐心 成功的投资者总在风暴中找到方向 宏野自身经验是 当行情大涨时市场容易过度乐观 容易有朋友出现问买股票 而当行情出现回调时 市场容易过度悲观 就容易有朋友出现卖股票的事 当然即便是朋友 宏野一律没有任何买卖建立 自己的股票要比谁都更清楚 因为这也是投资股市基本原则 这样较不会受到外在波动影响情绪 另外也得清楚 自己是短线投机还是长线投资 操作策略也不相同 因为通常跑短线的会在破短均之后 先行离场观望 但如果像宏野长期投资 则关注后续加码机会 因此以上操作策略不尽相同 知己知彼 就能在股市中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市场如何波动 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 不要随市场情绪高低起伏随波逐流 就能在长期中获得稳定回报 那么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 希望大家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红爷勉励各位 财富永远属于积极 乐观与耐心的红粉知己 祝操作顺利